日本時代嘉義有一個棒球堆打進到主行的總管管塞 造成當時的風動 這段歷史將打造電影 就是由未得勝、減責、馬志祥都演的棒球電影 KANO 在屁中為棒球堆來加油的豆菇、加油棒 當時是用便能球來製造的 所以電影就找上中部元唐國秀來製造 總共五百幾的便能開市 準備完整來充現這段嘉義的歷史 由未得勝、減責、馬志祥都演的棒球電影 KANO 已經在嘉義開場 在其中電影裡面為棒球堆加油 所需用的加油棒 將由中部元唐國秀修身來製造 在航空時利用到日前 航空瓦東 出動全好五十一名修身 先拿到檳榔核來製造虧性 並且和KANO 的大魚 就變成一支日本時代所需用的加油棒 這是檳榔核啊 這個模型開下去 說一說要拿來做虧性 賓榔核的虧性 民燈剛才有大大卡路的紅衣 經營到代表元唐出山的標誌 準備來看電影的觀眾 實在到元唐社區 銅板烙印上面有我們的石蓮花 也是我們社區的特色 還有我們的木耳 還有我們的檳榔核 我們的檳榔產業是我們社區最大的特色 拿來擺這個意象烙印在我們的扇子上面 讓我們的社區意象能夠讓全台灣的人都知道 扇子 為什麼要做這個 坐下 要拍電影 坐下 經濟了解 衛德順的電影團隊在資料民燈 看到日本時代 台灣棒球比賽加油都是用到冰冷修 年老是摧殊到元唐社區 還有保留到冰冷工藝的機殼 所以一次就向元唐 一定到500個的冰冷修開箱 理想朋友是對可以參與電影工作 非常的歡喜 並作為模擬 棒球比賽加油的狀況 萬唐國小 加油加油加油 那我們非常高興我們小朋友呢 可以為這個加油扇來做彩繪的一個工作 也藉這個機會把我們小朋友平日所學的這個藝文 能夠很藉這個機會呢 能夠充分的展現出來 表現孩子們的一個學習力 經濟了解冰冷在70年代 是萬唐主要的經濟作物 有千億四公斤的情報 一直到現在可以看到碗山的冰冷修 在冰冷的生意是越來越下降 但萬唐社區是垂順清澈了 除了提供冰冷修工的 並準備昂華哥科技技術 將冰冷修工來做淺拖 艷筆還有其他的生活用品 現在我們 在我們 很有心的帶動下 我們把這個冰冷產業 要結合科技 把它發展成世界的產品 世界獨一無二的產品 就是說 我們把冰冷 冰冷葉 我們給它碳化 做成科技化的碳纖維布料 能夠做衣服 這大家認為說 這哪有可能 不過現在的工具 發展到真的有可能 雖然冰冷有影響健康 破海環境的移路 但萬唐社區是保留到冰冷的傳統 是以外透過電影比多久了解 也讓多久來對冰冷的使用來改觀 謝忻新聞等開發 吳玉玉坤 頂保険 蔡永福德